好,那我们前面完成了这个内容以后呢,这个我们接下来啊,看到那个界面啊,就不够美观还有交互 那我们这个最好的时候能够每次进来的时候都能把这个屏幕啊,给它这个进行的这样的一个清屏 那这个时候呢,我们写一个这个程序,那这个程序呢,这个简单的那个代码段啊,我们要来这个就是提升它一下 那这个时候呢,我们这边给大家准备了一个工具啊,这个工具就是我们要来调程序的,这个叫DOSBOX 它可以用来模拟石墨室底下的一些应用程序 好,那我们这时候呢,怎么用呢,我们直接来看这个代码放在 我们这个地方的代码当中啊,工具机 当中这边有个解压缩一下,叫DOSBOX 你直接安装一下就OK,好不好 好,那我就不演示了,那这个就是内部next,注意安装一下 好,我们回到我们这个地方的代码当中呢,我们还用NASM 我们写的第一个小测试啊,这个测试叫做是 clean.a.a.s asm 啊,这clean.a.sm的就是这样一个程序 程序是在这个地方,比如说 啊,我给你看一下啊,这个地方叫做是 它其实就是调用一个系统调用 很简单吧,这边叫moo ax0003h 这就是调用清平函数 然后呢,int 给一个这个叫做10h 啊,就这么简单一个,就这么就这么一个简单的一个命令 好,我来出来一下 winger cmd f 冒号 cd oscode cd 我们这边来,这边有一个 clean.a.sm 好,这就生存完毕了 那dossbox是怎么用的 我们先看看我们的程序 能不能完成清平的效果 是吧 是在这个位置当中来 mount一下命令 把它mount到c目楼,c盘底下 那这个是你的,这个接下,这是c冒号 然后接下来是你的正式目定 我的目的就是f冒号 -oscode 我把它夹进来 好,他这个时候他会告诉你已经 加载成功了 你到c冒号切换一下 就到c冒号里头 然后 你可以敲凭你dr-w 你看到了吧 这边有这么多程序 那这是我想要的是什么 netham cd进netham2 我这里头有一个叫clean.程序 是吧 clean.exe 你看,这是不是清平了 这个已经清平了 那证明我这个清平这个动作是ok的 那接下来的时候呢 我们就开始来把这个程序 给它整合进去 好不好 那这个也很简单 我们就直接啊 在我们的这样的一个程序里面 move 在我们kk这个程序 我们前面刚刚写的是吧 我们直接加啊 这个netham 怎么加在这个地方 在中断啊 就到我们熟悉的环境来 首先我们第一个 vm 我们libera.asm 这个地方是我们前面有的pulchat 对不对 那这个时候我们这边还有 那这个时候我们得有一个程序给它导处 首先是 global 这个叫cleer scren ok cleer screen 这个是我们这边的程序 然后接下来我们就写cleer screen 这个程序怎么写 cleer screen cleer screen 这个里头首先第一个我们得 我们在这个在我们这个函数内部用到了a ax激增器去向这个10号中断发病令 这个时候怎么办 然后要保护保护现场 push ax 好吧 把x保存一下 接下来move前面用的ax 然后是0003h 再接下来 再接下来int 10号中断 h 接下来pop 恢复ax 再接下来retf ok 这个就return了 这个时候我们这个clean这个程序就ok了 对不对 那也导出了 那接下来我就可以用这个程序 是不是 好 esc 我怎么用啊 我在我的这个liber c liber c.c 里面 我就可以用了 我的liber c里面c怎么用 我有这么一个程序 我警告在这个地方我这么写 我说 extend 我有一个void 不需要返回值 cleer sc en 这个函数吧 放在这儿 然后startup 然后我在startup之前 我调一下cleer sc en 可以吧 好 然后 在接下来的时候 我在这个地方 我 打印 这个是我启动见面的时候清个屏 ok 然后接着往下走 这个是我打印提示符 我show help 这是我的内容 我show help没有什么任何问题 然后呢 我在这个show help上当中 我说我先清个屏 对不对 然后再把show help打出来 就不会有那么多东西 全部堆在一起 是不是 好把它删掉 esc wq 这个时候你就知道我们写脚本有多方便了 我们前面写的那么多东西都不用 我只改一下看看能不能ok compile.sh 好 这个病已经有了 是不是好 为了防止冲突啊 我到我的这个 呃 myos里面 对吧 这边有个kk 这是我原来的病 我把这个原来的病给它删掉 然后呢 我把这个病 复制一下 希尔里面来 粘贴 到这个kk里面来 kk刚给我删掉了吧 粘贴兵是不是 好 我回到我这个 这个病啊 是我刚刚才生成的 我复制一下 到我的nasm 我到我的oscode里面来 是不是 替换吧 这是我刚刚写的程序 那我把它关掉啊 因为我闯口太多了干掉 这是我前面写的knobing是吧 我说再来 我再让你run一把 好写的ok 这个时候我看这个程序 有没有问题 我再run一把 diskedit 啊 我们这个重复做的目的是 希望我们很多初学的朋友 你多做两次 啊 你熟悉了以后就可以用脚本 来加快你的速度 那这个时候呢 我们就是做多了以后啊 才会熟悉 我们就用这种重复的量 把这个 比较 抽象的东西啊 给它变得具体化啊 这样便利大家好理解 disk ok ok start一下 好 你看啊 这个地方已经出来了啊 place is key 啊 to start 你看啊 这个时候是不是就已经就应到 就应到了这样的一个界面 这个就比刚才又好一点 好 那我们clear clear screen啊 这样的一个内部命令啊 已经能够做起来了 这个时候啊 你应该能够理解 比如说在我们这个地方的这个内容 我们给你看一个内容 开个 我开一个这个中端 比如说给你看啊 type 有个叫cd 你看cd是shear内建的 我再给你来个type ls 然后说这个就这个是ls刚color的这样的一个别名 或者是我再给你看那个type pwd pwd看了这个也是系统内建的 再来一个内容ptype mv 看到了 他说这个mv是binmv里面的一个文件 而cd和ls是内建的一个程序 这时候你现在都会知道了 哦 原来这个内建的程序实际上是被内核已经写在里面 已经在内核加在之后 已经被放在操作程中里面的 你能理解这句话的意思吗 你看我们这个代码 你就能理解了 是不是啊 在我们的这个 呃 我给你看一下vrm我们这边的一个 libera.asm 你看啊 你如果我们后面如果再用 这个 我们再用这个 这个应该是这个 不是在这个位置上 是在这个地方 啊 vrm给你来个libera.asm 啊 你看我们这个写的这个clear screen啊 这个clear screen 我们后面如果要写一个clear这个命令 这个命令 这个命令就掉这个喊 这个函数 这个函数它可不可能在此盘当中啊 不会在此盘当中 你那个b-mv是在此盘当中的 内建命令就是这么来的 好看 好看